你是否曾經想像過 如果有一天 我們不再使用鍵盤滑鼠 而是使用手把來玩麥塊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 手把麥塊大挑戰!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倩 如同開場還有標題所說 我們今天呢 要來進行的就是我們的 麥塊 手把 大挑戰 這是一個呢 我平常想都沒想過的事情啊 居然要挑戰完全 換了一個控制器的方式來玩麥塊 平常都是用這個鍵盤滑鼠玩嘛 我們今天呢可以看到 我們左上角跟右上角呢 還有我們現在這個畫面移動呢 全部 都是用手把 來玩好不好 這個畫面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絲滑 還蠻好笑的耶 從來沒想過 可以在麥塊裡面 用手把玩耶 很絲滑 還不錯耶 很順耶 其實畫面比我想像中看起來都漂亮耶 比較不會頭暈的對不對 就是我們不會有那個快速移動 畫面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的手把麥塊大挑戰 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有幾個目標呢 需要去完成 第一個目標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全程必須要使用手把來玩 中間呢 不能夠切換成滑鼠 或者是鍵盤 否則我們就算是挑戰失敗 第二個目標呢 我們要想辦法呢 在地底下找到三顆鑽石 第二個目標 我們只有一條命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在不死的情況下 全程使用手把 找到三顆鑽石 才算是完成我們今天的麥塊大挑戰 看起來好像非常簡單 但其實各位要知道 我們是用這個手把來玩啦 好啦 廢話不要說太多 那我們馬上呢 天快黑了好不好 我們動作要快一點 我們這開場要花了一點時間了 我們馬上 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手把麥塊大挑戰 這個 大家平常會用手把玩遊戲嗎 應該比較少吧對不對 我跟大家一樣 我以前小時候呢 也覺得 欸 玩遊戲不就是鍵盤滑鼠嗎 怎麼可能會用手把 手把玩起來不會怪怪的嗎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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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說一下喔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遊戲呢 根本 就是為了手把而生的 你們懂嗎 就是 前面這是村莊嗎 欸對耶 好幸運 說到用手把玩遊戲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喔 以前小時候呢 都是用鍵盤滑鼠在玩遊戲啊 比較少用這個 手把吧 但其實用手把下去玩遊戲 別也有一番風味耶 其實玩起來還不錯 就是 其實現在有蠻多蠻多的遊戲 其實都是為了手把而設計的 就是 欸為了要讓大家方便玩 所以都會用手把下去設計 很多射擊遊戲啊 或是什麼 Logalite的遊戲 其實都是 用手把玩那個 感覺 會不太一樣 應該說更適合 欸我們找到很多西瓜耶 有西瓜可以吃 我們先來 看一下我們這個怎麼 怎麼吃 這樣吃 這是攻擊 什麼使用 這是放左手 OK我們這個現在進行一個 超笨的操作 這邊可以這樣 欸 他可以放一個嗎 可以可以可以這樣子放一個 OK 非常的濕滑 放下來之後呢 欸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在幹嘛 OK 按錯了 我們先做一個工具台 做個木棒 有沒有 放下來 有喔 我們成功做出工具台 還有木棒了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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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入 加進 我們今天真的有辦法找到三顆鑽石嗎 我們現在有工作台 呃 放下 放 放 我 我放 OK 找到按放的按鈕了 不是 哈哈 好笨 好笨 聽起來好像很笨對不對 我要熟悉一下按鈕喔 這個 按鈕跟我們平常在鍵盤滑鼠玩起來的時候這個 真的 超 差滿多的 哈哈哈 真的好笨 我把這些西瓜片裁一裁 然後我們做個工具吧 我們等一下搜刮一下這個村莊 噢 剛剛說到哪裡 我們剛說到這個 大家應該比較少用這個 手把玩遊戲 其實用手把玩遊戲真的是還不錯的啊 大家可以試試 我們做一個 我們就直接做 木稿吧 木斧應該不用了 我們等一下直接做石斧 OK 我们要想办法在天黑前 在这里度过我们的第一个晚上 大家不觉得为什么我今天的手把画面看起来 控制起来非常的漂亮吗 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把Minecraft大挑战 我所使用的手把是我们的Seraphim 是一个为了游戏玩家而打造的超级好用手把 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在世界各地用手把玩游戏 Gaming Anywhere 这是一把能够支援超过上千种游戏的手把 大家都知道我是可力玩家 是原神玩家 人在外面也会开原神起来玩 而我不用再感受那用手搓荧幕超级别扭的操作 手把操作起来流畅许多 让我省下了更多的时间去解任务 去刷装备 甚至是去打满新的深渊 又或者是开Minecraft起来盖一下东西 Apex Legends跳伞设个两局都没有问题 Seraphim 是以可辨识人体工学握把的设计下去制作而成的 握起来非常舒服 电池感应摇杆零飘移 没有死区 操作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卡卡的 搭载超低延迟的USB-C 接头 玩游戏不会让你感受到任何的延迟 而且支援超过数千款的手机壳 不用把手机壳就可以让你直接把手机装上去原地开玩 哦对了还可以边充电边玩哦 不怕玩游戏玩到一半手机没电 这边也可以让你插耳机享受一个人的游戏世界 身为一个有在玩原神 Minecraft 和射击游戏的玩家 这手把根本就是为了我射击而生 2024年还全新升级支援iOS系统 搭配上我的手机iPhone刚刚好可以用 平常呢在外面用手机玩游戏的时候 久生久的我们都会变成插玻璃的职业玩家 每次都玩到手指出油 然后把萤幕弄得脏兮兮 现在呢自从我装上了Serafin手把后 考试都考了100分 玩游戏起来舒服多了 就算是待在家要拿出来接电脑玩游戏 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一只手把可以外出用 也可以在家用 超级的划算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这只手把 来进行我们的Minecraft大挑战 成功升级我们的石稿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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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们刚刚介绍完手把怎么就晚上了 诶 起来 我要睡 哦 还可以打摩斯密码是吧 还可以打字耶 好可爱哦 有了有了 我们睡到觉了 甜美的梦 这样一来就不会进到晚上了 我们做好石稿了 我们做一点... 石斧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来点石斧 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用得到 我们只有西瓜够不够我们用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耶 我们的武器呢 就用我们的这个... 石斧 跟石稿 应该就够用了 好 那我们应该可以准备... 出发 我们要找这个... 诶 为什么不是用稿子挖 应该用斧头挖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这个钻石啊 前往寻找钻石之路 我们要找到三颗耶 其实我们还要往下蛮多的 我们看看他们家... 诶 可以拿到铁耶 好啦 我们来挑战一下啦 我们虽然只有一条命对不对 应该没问题啦 可以吧 呃... 我们先... 找一点... 这个... 嗯... 我刚本来想说要打铁巨人 我们可以吗? 我们要挑战吗? 要吧 要挑战吧 这个鸡蛋... 不要了 丟掉 要挑战一下的吧 可是铁巨人敲我几下我就死了喔 我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安全的距离下攻击铁巨人 我们先把他关起来怎么样 我们先把他关起来 先不要动 诶 走开啊 你们不要挡 好好好 然后我到树上 有没有我这样就可以完美的攻击这个铁巨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有了 哇 找到铁了 哇 我真的是IQ180诶 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高端的操作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好不好 很容易会失误啊 超级危险的啊 我们现在的操作呢 可以说是这个... 比这个右右斑 还要再右一点啦 已经不是这个大师级了 我们现在操作是这个右右斑 哦 我们有铁了 好 我们的铁要来做什么 铁鎬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铁鎬 这个木头应该不用了 给他吧 我们做个铁鎬出来 哦 我算是一个大躍镜诶 刚好有村庄就很方便了 好 我们做一根...铁鎬 我们等下遇到钻石 我们就可以直接挖了 OK 铁鎬有啰 好 我们有铁鎬 那我们剩下的铁钉要做什么 要做个... 要做个... 铁剑吗 好 防身用 会吗 我们会用到吗 我们要留一点木材哦 我们等下要做那个... 火把可能会用到 好 我们就做个...铁键 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防身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有道具 然后我们把一些... 不要的东西丢掉... 这边有水耶 水 我们应该也没办法操作了啦 所以就...就算了吧 好 我们先吃点西瓜片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包包 我从来没有玩麦块 玩得这么笨过啊 这是第一次哦 这是第一次哦 诶 嗨 小鸡 你好啊 诶 你好啊 有了 我们多了一点鸡肉 哪要下去有机会我们再把它烤起来 这边是有麦啦 但是应该都没熟 诶 有稻草捆 其实我觉得稻草捆是不是比那个好啊 是不是比... 是不是比西瓜片好啊 我们两个都带好了啦 诶 那吃的蛮多的诶 我们等一下找一个大峡谷下去 然后看能够走到多深 然后够深的话我们就可以... 直接找到我们的钻石了 希望啦 诶 这边有煤炭 哇 诶 运气超好诶 有哦 我们操作了一波 我们操作了这个铁巨人哦 然后我们等一下带着火把 下去 我们又不会怕按 哦 今天的这个挑战 看起来蛮顺利的哦 看起来啦 希望等等不要出什么奇怪的事情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哦 我看到的难道是峡谷吗 我们刚刚直接一路跑过来 诶 大家会很奇怪为什么一直按这个R2对不对 因为这个 我有用手把玩这个Apex啊 一直一直觉得R2是攻击啊 我一直想要吃东西啊 但其实 他确实是攻击没错啊 铁巨是使用的按钮 我们看一下 想要补生吗 我们先下去吧 先下去再说吧 现在有点紧张哦 我很怕 掉下去 会受伤 该不会 走这边 看一下 哦 岩浆 哦 我可以直接放 OK 好 这里不是我要找的 我们 往另外一头看一下 诶 羊 你怎么在这里 小心啦 不要摧伤啦 不然你就会变成我的晚餐啦 烤羊牌 诶 假的峡谷啊 被骗啦 可恶 你还真别说啊 我找到铁啦 走位我还是行的啊 虽然我应该是不用铁了啦 我们现在目标应该就是 大力寻找钻石哦 但没关系哦 路过还是给他 挖一下 我们来点垫脚石怎么样 痾 这样子放 这样子过来 这样子 有 逃出洞了 哦 OK 那看来 这个地形应该是没有大峡谷了 可恶 我们 往这个方向走吧 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找到 这个地方感觉是有大峡谷的 南瓜 哈哈哈哈 你从白天走到黑夜啦 我的天啊 诶 到底有没有峡谷啊 我们穿过这个沙漠 看到前面有个尖塔 不知道那边会通到哪里去 有没有峡谷啊 这个洞 这是洞吗 这里有吗 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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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诶 被我找到了哈 大峡谷 赶快进去 要晚上了 诶 我们要 差点火把 有怪物的声音 来啊 我的第一次战斗 跳砍 我跳砍 魔物猎人 轻轻松松 没难度 我我需要挖这个吗 好像不用 我們要想辦法下去 我們多挖一點墊腳石好了 感覺等一下會用到 我們挖石頭好了 哎呦 這邊直直向下欸 有喔 我們先插個火把 我們沒有水 所以現在非常危險 好嗎 插個火把 我們摔死就沒了 注意 摔死就沒了 所以我們要慢慢 慢慢的摔死 不是 慢慢的往下 這個 要小心一點 欸咻 欸咻 用這個手把的 有一個好處呢 非常符合人體工學啊 沒有什麼 操作起來的難度 欸咻咻咻咻 用這個 然後呢 大家如果在外面 想要玩遊戲的話 隨時把這個手把掏出來 接上手機 照樣玩 好嗎 照樣可以玩 超級舒服 嗯 我們先 我再 按錯啦 呵呵呵 呵呵呵呵 給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手把沒有問題啊 有問題的是我啊 呵呵呵 有問題的是我啊 操作起來怪怪的啊 有問題的是我啊 這邊下去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 吧 OKOK 我們順著路 慢慢的往下了 OK我們超棒的 這個是深板岩嘛 應該滿深的 所以 它直接出這個深板岩 我不想要受傷啊 那我有食物 但是 不想要受到任何一點傷害啊 呵呵 這個有問題的是我啊 手把絕對沒問題啊 大家如果對這個手把有興趣的話 我會放在資訊欄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嗎 用了這個手把 考試都考100分 欸 再來下 有怪物的聲音 不要怪拜託 OK 先插個火把 欸好深啊 這是鐵礦嗎 欸好多怪 來啊 我戰鬥大師欸 欸咻欸 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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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 我跳砍 很 很少很少直人 很少 很少 欸 呵呵 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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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邊有水流 喔 礦坑嗎 等一下 有點暗 有點暗 等一下有點暗 不是按錯了 不是 這樣子 這是我的東西 來 我的麵包 我們做個麵包怎麼樣 我要做個麵包 我們先吃個西 我覺得西瓜補好少 我不想要吃西瓜了 我們做個麵 麵包 麵包啦 我在按什麼 好 好 他放不了了 他只能 他可以剖半 有有有有找到按鍵了 好 我們這邊做16塊 夠了吧 先做16塊 應急用喔 不要吃這個了啦 走開 麵包 感覺比較好吃 好 把它拿起來 然後我們再 把剛剛挖到的煤炭做成 火把 好笨 真的 真的好笨喔 這個操作起來 超級像是幼稚園等級的欸 大家一開始如果 切換成手把的時候 要花一點時間習慣一下 不過我覺得習慣之後 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啦 畢竟12塊好不好 15塊好用 欸 已購買 小朋友很愛吃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過這個留言啊 已讀亂回 已購買 小朋友很愛吃 真的是超級戳中我的下點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喔 已購買 小朋友愛吃喔 我們要怎麼把它放到 這樣子 不是 不是 痾 這樣子 這樣就沒問題了吧 OK好 我們吃個麵包我們要下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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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等一下喔 可以吧 可以吧 喔 微速碟 微 微電腳石 OK 飛機礦根 怪我目前還沒遇到苦力怕 所以應該是還好 所以應該是還好 我還剛講完 好 拉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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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拉扯拉扯 嘿 拉扯怪物 輕輕鬆鬆 沒毛病 真菜 有沒有強一點的阿 有沒有強一點的阿 這是死路 呃 HOOPER 開始在拆家了 他開始在玩他的水碗了 你們家的貓也會玩水碗嗎 欸 箱子 運氣真好 先確保我們左右都是安全的 好我要開囉 按錯了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做鐵裝 我們來 呃 呃 要確保我們的安全嘛 對不對 對不起 抽到我自己的笑點了啦 對不起各位 好 我們先 做個鐵裝 有 整裝待發 哈哈哈哈 沒有找到鑽石喔 我們還要找到幾顆 呃 我們要找到三顆 呃 骷髏弓箭手 這有點難辦 挖開好了 下面的怪好像很多耶 我們要另尋出路還是從這邊走 還有苦力怕欸 欸 誰 誰幫我屁股 拿下去了 炸了嗎 要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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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炸 要炸了 還沒炸 搞得我 心癢癢啊 到底是要炸還是沒炸 我們先吃個東西 哈哈哈哈 我們去找裸鑽吧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飛機框坑 找到鑽石的機率有點太低 而且要找到三顆 真的有的話 雖然我們運氣好啊 但是不一定真的找得到 對不對 就是箱子不一定開得到 像我們剛剛第一個箱子就沒開到 我們想要找路下去吧 好想要看我們現在的這個座標是多少 但是我們不能用鍵盤跟滑鼠 我們今天是那個挑戰 所以就是必須要全程使用 我們的手把 這邊好像有嗎 有路嗎 拜託了 鑽石 這條路為我而生 個頭啊 個頭 所以我說 鑽石呢 這什麼 欸 我剛剛居然沒看到 這什麼 哈哈哈哈 oh my god 我這鑽石雷達好不好 繞一繞繞回來 欸兩顆 有嗎 再一顆 沒有 一顆 兩顆 喔不 兩顆 好我先確定一下好 我們現在兩顆 所以目標還差一顆鑽石 欸幹嘛 我屁股 我現在回頭的速度超慢啊 很像一個 鬥計場欸 死亡鬥計場 如果大家沒有點讚 就被我丟進那個死亡鬥計場 你們就跟這些殭屍住在一起 來 繼續往前 鑽石來一顆有沒有 喔 少一顆鑽石 不是為了節目效果啊 是他真的只有兩顆啊 而且我一開始還沒看到欸 他藏太深了吧 那個角度是看不到的 我走回來的角度剛剛好看得到 這邊還有路走 喔有喔有機會有喔 我們這次不要再按錯鍵了 好我們這次不要再按錯鍵了 這個鍵嗎 啊沒有 喔 輕盈跟一些火把 火把我們拿起來吧 放下一個 拿取一半 他沒有辦法 點兩下全部拿走是不是 我們拿到甜菜種子了 命名牌 命名牌其實也用不到 我們把一些 小東西 放進去 哇 這個配機礦坑的箱子 居然都沒有 我們只好繼續往前走了 哇 這邊也是死路 可惡 可惡 哈哈哈哈 我好像已經在這裡 完全的迷路了 找不到 找不到離開這裡的路了 我剛剛怎麼進來的 我已經 完全沒有頭緒了 我們現在只能想辦法找一些 欸這裡有往下的路 個頭啊 廢棄礦坑就是這樣子 現在這個生態真的太大了 常常 找不到 找不到可以那個 往上的路就會 就會變成這樣 我一直在這邊繞圈圈 很討厭 OK我們好像找到路出來了 我們不要再帶飛機礦坑吧 我們最後一個 我們最後一個鑽石 去別的地方找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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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子 先 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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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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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4顆欸 喔 5顆? 喔! 有摟 OMG 這就是鑽石的力量嗎 有摟 我們有七顆鑽石囉 奇怪,我們剛剛經過這裡的時候 完全沒發現嗎? 不曉得我們的視角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記得我是從這邊過來的 然後我想要是要那個吧 往下走 我確定一下,對吧? 對啊,我們是從這邊過來的 完全沒發現那邊有鑽石耶 居然被我們找到 好耶,挑戰大成功! 我們今天的這個手把Minecraft挑戰呢 算是圓滿的成功 我們做出了七顆鑽石耶 超級漂亮 做出七顆鑽石 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喔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象徵器的鑽石鏟呢 是一定要做一個起來的 我們還剩下六顆 六顆要做什麼? 做一頂帽子好了 做一頂綠帽 喔不是,這個是藍帽 好不好,做一頂藍帽 好,把自己給帶起來 帶起來 好耶 手把Minecraft挑戰大成功 我們今天呢,成功全程 用手把 來到了地底下好不好 獨自一人 找到了這個 七顆鑽石 比我想像中的還多 我們先找到兩顆 再找到五顆 哇 下次的這個手把大挑戰 好像要變更難了呢 是不是要擊敗終界龍才能算是通關啊 那 真的要需要一點 時間去適應一下 因為 很多按鍵按鈕可能不太習慣 所以操作起來呢 會很便扭 那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畢竟我們今天使用的 是我們這個 Serafin 好不好 感謝Serafin爸爸 現在呢 這支手把還有募資的優惠 大家可以點進連結裡面看一下募資優惠的資訊喔 預購時還可以使用我的獨家折扣碼 8100 那我們今天的手把挑戰 大成功 那麼我們就下一集挑戰再見囉 掰掰 大家會想要看我挑戰 用手把打終界龍嗎 如果用手把打終界龍應該會很精彩呢 不知道會死幾次耶 10條命不知道夠不夠用呢 欸這邊又有鑽石耶 又被我找到了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My God 我鑽石達人喔 我鑽石達人喔